那刚刚一个停电 不是停电 这个notebook没电 所以就停了一下 所以我们刚才谈到DTD的 为什么要有DTD跟schema DTD基本上它是用来描述 描述这个文件的架构 那它可以放在SL文件里面 刚才我们有看到例子 放在SL文件里面那一行 或者是整个block放进去 它也可以变成一个独立的档案 那主要就是来定义 这个文件里面有哪些元素 哪些属性 还有呢他们的这个关系 他们这个元素跟属性 它到底有什么样的这个特性 那等一下我们就会看到了 那是不是一定要有呢 那不见一定是 但是你如果你要标准化 你要验证的话那就比较有 那它用来定义这个DTD的 就DTD所用的这个语法 它本身它自己用的语法 是叫EBNF Extended Backers Note Form 叫延伸的 Backers Note Backers Note是两个人名 Backers Note Form 那Schema用的语法呢就是SML Schema本身它用来定义样板的这个本身 它就是自己就是SML 但听起来有点奇怪 所以用Schema的时候 有的时候会像是讲绕口令一样 等一下我们会看到 那Extended Backers Note Form 可以定义什么东西呢 这种语法我们现在还没看到 那等一下我们看到它的时候 你知道那个东西就是EBNF 那当然我们不是专门来介绍这个Grammar 这个文法 那这个文法是用来定义很多很多程式语言 程式语言都可以用EBNF来描述 它的这个语言的文法是什么 这语言 我们同样要描述语言怎么样是对的 是它的语言的这个语法 OK 那这个是 如果你用DTD或者是Schema 来做过验证的话呢 那就是验证 Validating的这个 Parser 那如果Parser如果没有 不做Validating呢 它可以读 但是呢 它不会check的话呢 就是Non-Validating 它可以读进来 但它不check的话 Parser大部分 Validating或Non-Validating 两种 那DDD长相是什么样呢 DDD的长相 它 如果是 放在这个文件的 inline里面 放在文件的那个 就SN文件里面 那一行里面的话 那它长相大概就是这个样 这我们现在前面看过了 就是DogType 然后end with这个 那inline的话 internal subset 那放在里面 然后你也可以把文件都塞在里面 那external的话呢 它自己就是一个.ddd的extension 就本身这个档案 跟CSS类似 但CSS是讲你怎么呈现的 CSS也可以放在inline 或者是放在head上面 或者是放在外面外部 CSS有这种方法 那DDD呢 类似 也可以放在文件里面 但是它放在sml文件里面 它也可以变成一个独立档案 好那我们就来看DTD的语法 就是DTD的这个到底 要怎么样的来写DTT 我们怎么看懂DTT 基本上它是描述元素跟属性 那就是这个文件 我这一类的文件 我要描述一个数学事实 那你到底该有 该有一个方程的事实 到底该有几个元素 到底该有什么 那这个元素属性 应该他们的排列 顺序应该是什么 有没有什么限制 都是在DTT里面做 或是描述这个文件的架构 应该要有什么样的架构 什么东西可以出现几次 这一类的东西就是我们DTT 跟schema要做的事情 那我们现在描述这个元素 就宣告这个元素 元素的type 那宣告元素的type 大概是这个样子 就是一个element 我们看语法 你有一个element 然后那个myelement 是我的元素名称 那里面呢 可能包含的是这个 possible character data 就是里面这些 caract data是可以possible的 past可以来pass这些 那这个就是一个最简单的 一个dtd 就是的一个叙述 描述我这文件里面 有一个元素 元素的名字叫这个 那元素中间摆的就是 possible character data 那这样就是 就描述一个元素了 那这非常简单的 我们后面大家看复杂一点 那我们现在这里 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里面 是一个 这是sml 这是dtd的 我们看懂xml文件嘛 我们就先看xml文件 那这个xml文件里面呢 它当然 这个我都找到process instruction 那这个 它的 这是 document type 它买message document type 在这里有宣告 那我的这个root 就是买message这个文件 然后呢 我root是买message的 然后 我的这个system intro.dtd 就是我的intro.dtd 要来处理它 ddd是摆在外面 另外一个文件 那我这个sml文件里面 有什么 有一个mymessage的元素 它里面再有一个sub element 这个元素下面 有一个子元素 叫做message 里面就是welcome to sml 就这个样子 就这么简单的一个 那我用dtt怎么表示 我这用dtt来讲 就表示我这个文件 因为它是用intro.dtd 所以在intro.dtd里面呢 表示我这个文件里面 有两个元素 第一个元素叫mymessage 这是root mymessage里面呢 后来有括号message 这是它的 这是它的ebnf的表示法 mymessage里面 它有一个子元素 叫做message 然后呢 我还有另外一个元素 叫message 另外一个elementmessage 那这个message里面的元素 是possible character data 所以这里 这里就是 第一个是mymessage这个元素 mymessage这个元素呢 它有一个子元素 叫message 那message这个元素呢 它里面是possible character data 所以这样子就是把这个文件 用dtt给描述出来了 那这个就是一个 一个最简单的了 我考试大概不会让你来做这个 做这类的东西 但你自己要看得懂 这些东西你都是要 能够看得懂 至少要看得懂 那验证的时候呢 验证怎么验证 那验证有根本不同的方法了 那这个 其实有一个软体叫sml spy spy就是间谍 sml spy 那是一个很powerful的 这个sml相关 很久了 那它有收费 有免费的 那那个里面 几乎把sml所有的东西 它里面都可以 它都有功能 功能都可以 那如果有兴趣可以自己去玩玩 课程不要求大家玩 那这边用它是一个验证 就你把这个网路上 你可以把这个 dtt跟它的这个sml放进去 然后它验证看 验证出来看到会这个样子 验证出来像刚刚这个 有一个sml文件 有一个dtt 那验证出来以后呢 它告诉你 这个文件被pass过以后 结果告诉你是 这个文件是wellformed and validated wellformed那是最基本的 符合那五个条件的 这个是nasty等等 single root 这些 这个就是wellformed 是乖小孩 wellformed 那然后validate呢 validate要看有没有 你乖也没有符合这个样板 那这个dtt的话呢 验证了以后 就它告诉你 这里面你有common 有两个common 然后呢 有一个schema 一个element 有element 它的root叫mymessage 然后有element是mymessage 在下面还有一个subelement叫message 那这个它帮你pass过以后的validate的这个结果在这里 结果是它 它把这里有两个common 它都给它给 这两个是common 这两个是注解 注解也出来了 这注解 然后下面这个pi 它有processing element 这个sml pi 然后有注解 所以基本上它把你这个passer 它有了这个dtd 它就把dtd里面的讯息 跟你这个文件的这个 一起做一个checking以后 把它验证出来 结果决认是wellformed validated OK 那如果我们把文件稍微改一改 我们把文件 那个文件把它这个 看起来是一样 但是这是invalidate 就是把中间东西拿掉 mymessage把中间东西拿掉 拿掉为什么不对 因为你的dtd里面有说 你这个mymessage里面 一定下面会有一个message 你现在mymessage下面没有message 我们把它等于故意把它这个文件弄成 把它里面的中间拿掉 那结果去验证 结果去验证会怎么样 它这里就会有error message 它是wellbomb 但是invalid 然后告诉你哪边invalid 就这个这个信息会告诉你 那看它的这个passer的能力有多强 好 好那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个就比较 所以现在对这个dtd大概有个概念了 它可以描述元素 那属性怎么描述也没讲 那那现在我们看一看这个 呃里面的一些表示法 那这些表示法是蛮重要的 在很多地方都会用到 其实不只是在dtd里面 在计算机的系统里面网络里面 很多地方都会用到类似的东西 而且他们相对的都 不然说是标准的 但是都经常会用到 那第一个是元素里面的sequence 如果元素里面有好多个元素 就是就是 人家说你元素 像classroom里面的元素有什么 不是 是 好